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黃毓民 李怡聯合申書法報會 九月二十六號 下午三點 普羅政治學院 報名請將姓名 電話 電郵至 hkpolitariat at gmail dot com 名額有限 以赴九月月費網友優先 查詢請電 2467 3088 myradio 百周年台慶 聯歡晚會 10月16日晚 黃大仙 庫林皇宮 三百元及一千元門票 現已有售 購票查詢請見 2467 3088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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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如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Fucking Serious 第四節我們講一講一件 可能大家都沒怎麼聽過 因為剛才迷之音都來了 接著迷之音一來到之後 聽到我們說這件事都呆了 因為他聽到都沒聽過 我們講什麼呢 我們講朱堅強 這件事是朱堅強 朱堅強就是 口朱堅強 口朱堅強 不屈 不屈 加油 震撞 就是928拿出來說的 928拿出來說 口朱不屈 口朱堅強 朱堅強就是一隻豬 口朱堅強 是真的一隻豬 不是港豬那些豬 是的 但這是他的名字 這個是他的名字 因為他在 其實說為什麼有隻豬叫朱堅強 為什麼有這樣的名字 就是因為他在2008年 四川文川大地鎮裡面 生存了38天 聲稱 聲稱 就是被活埋了之後 仍然能夠生存了38天 30幾天 有些話說36 有些話說36 有些話說38 有些話說其實根本他就不在 總之是文川大地鎮救出來的豬 接著就是因為他這個 那麼不屈不撓 那麼堅強 那麼堅毅的 頑強的鬥志力 頑強的生命力 就將他改這個名字叫朱堅強 因為他的名字就是這樣 當時我還記得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大中華膠 文川大地鎮 我當時還在北達讀書 我有去籌款那些幫忙 哦 然後 對 我有留意這張新聞 那個建村博物館 有沒有你的磚頭寫著鄭松泰 那樣 但是你有份捐錢給郭美美 沒有 沒有 貢獻給郭美美 不是 要亂說 不是 那個 那個朱堅強當時我很記得有一個報道 是故意追訪他 因為他有三十幾天 地震 然後被人救出沒有死 是 還有BB仔的尺寸 BB仔的尺寸 還有他最厲害的就是吃碳 他為什麼要維生 就是因為他吃碳 是吃黑木炭 所以就沒有死 於是就是 在大陸那些傳媒就是增鋒 不是 我修正 他不是說BB仔的尺寸 其實他瘦了很多 他說他本身應該是 只剩下五十幾公斤 五十幾公斤都很大 本身是百幾公斤 然後就說 其實他減了三分二的體重 百五減到五十幾公斤 這個就是朱堅強當時的情況 那就是一個生命的奇蹟 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知道大陸有什麼死人臨漏 大災禍 第一件事就是 當然要看救災英雄 是不是 就是 今天解放軍救了幾人多 哇 他整腳泥 在那裡潑水 就是那些水災 就馬上跟他改名叫堅強 是啊 然後現在台的那些人 台出來之前那一宗也有 就是 又是地震 樽爆 又是混了很久 然後整面黑 但是很精神 哦 我明白 但是有很多這些 所以我自己覺得 奇蹟生還者的故事 奇蹟生還者 真的很奇怪 很勵志 很勵志 是一個地獄鬼閣 竟然在珠地震裡面 不能死 還有三十幾天 瘦了一百公斤 是啊 之後 今天這個是08年文川地震 當時就說 那麽神奇 那麽奇蹟的珠 去到今時今日 阿朱堅強 原來已經8歲了 是 因為大陸在內部很出名 當時四川還有評論 就說這個是反映了四川人樂觀 堅毅 吃得辣 堅強 還有幽默感的性格 那個狀況就是 那個建村博物館 就收養了他 就給了三千 據報道寫 就給了三千零百元 我覺得沒有 那隻豬的主人 還捐了一萬元給那個主人 幫助他恢復生產 就是幫助他 那個本身養了朱堅強的主人 後來就給建村博物館買了他 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說朱堅強呢 因為這件事 就不是回顧的 而是在這個星期裏 就是有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深圳國際BT領袖峰會及生物展 download 變態 真的變態 真的變態 不是這個是什麼 就是生化科技 深圳國際生化科技領袖峰會及生物展 就是9月23號 9月23號 重點展出 其中有一個物種就是朱堅強 就是朱堅強的後代 我們看看朱堅強的後代 是怎樣的 這隻就是朱堅強的後代 那你可能心裏有一個疑問 現在我們的照片 就是一個手抱 手抱這麼大的BB 尺寸的一隻豬 但他其實明明是150公斤 那他是不是BB豬呢 事實上呢 那這隻也可能是BB豬 但是事實上他們做什麼呢 泰國剛才這麼詳細去解釋這個生物科技公司 他們做的事就是 其實就是有基因改造 有複製豬的情況 其實我們把朱堅強的基因 抽出來 不想知道怎樣 就做了複製豬 做了街上 你說吧 我想告訴別人 為什麼他們要複製這隻豬 就算他們很喜歡這隻豬 但是為什麼要複製它呢 就是朱堅強 就是因為他們想把他的強項的DNA 永續保存下來 因為這隻豬的壽命 雖然收養了它 但是它也會死 所以他們就去到 豬的壽命平均只有10到15年而已 他們就想把這個豬的強項 豬堅強的基因 就保持住 就永續保存它這個基因 但是這些豬越大隻 就比較容易死 所以他們就研究怎樣把豬 弄小隻一點 所以才有這個事件 就是你小隻一點就長長一點 就可以保持久一點 所以就再拿了他的基因 怎樣去令豬變得小隻一點 不是的 但是我完全不理解 為什麼要整細它 整細它重點是你才能在家裡養到 是啊 你家裡養那隻200公斤的書 是啊 是啊 正正就是 那我不是覺得這也是好看 有什麼改造工程 會這樣說 不是 何謂家裡養到的意思就是 因為 據報導有說 就是這個展覽 這個科技公司 這就是所謂聲稱 是這個神話 朱堅強的基因 的複製珠 而改造了他們的基因 令到他們限制在 10至15kg的尺寸 不會比15kg 不會太大的 是怎樣呢 是很適合作為寵物 在家裡 在家裡 很歡樂地和朱堅強一起玩 那這個狀況呢 賣的價錢 會買的嗎 是啊 報導聲稱 開價是一萬元一隻 人民幣 神經病 這件事 這隻是英雄豬來的 一萬元底 你和這隻英雄一起睡 一起玩 你這樣說得通 在文村地結的時候 都有些四川的蟑螂死不去 你不拿出來 然後跟他們說個名字 叫小強堅強 那你 就是這樣說 那隻朱堅強有名目的 那為什麼叫朱堅強 就是因為他聲稱 三十幾天奇蹟生存 那這個是傳奇 但是說真的 他說這些是朱堅強的基因 改造遺留下來的豬仔 就是這樣說而已 那你奇蹟也說得出 這樣也是奇蹟 這個不是重點 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我最關心的是什麼 那一片的馬一方 會不會嘗試吃朱堅強的基因 大陸 即午餐都挺好 吃完自己會長命一點 很難說 大陸什麼做不出 你說到朱堅強的基因這麼厲害 要永續這個基因 神經病 可以秦子王 要想自己 要永續他的生命 長命八歲 現在有一個新的方式 就是永續基因 複製這麼多隻豬 因為你說到你的豬堅強這麼厲害 大陸天天都有災禍 大陸很多人都剩下的 而且是傻的 那就是你講的 大陸是很多人都剩下的 這是供應的事實 雖然有點矛盾 但我覺得你也有道理 這是供應的事實 然後你會花一萬人去買一隻豬 一隻豬仔 然後呢 還要是不會胖得到 你明白嗎 重點是燒乳豬仔 用來燒乳豬 150公斤的老豬 你一來吃 你又很難吃不下口 喂 現在豬堅強 一筆東西買回來 你跟他們說 我買了一隻豬 一萬元 他們說不是吧 你這樣也買 被人騙他 不是這隻豬堅強的基因 基因改造豬 一筆東西吃下去 是不是淡淡肉 我再想到 再推遠一點 再瘋狂一點 跟著呢 那些賣燒豬的店舖 就大大隻寫著 堅強基因燒豬 堅強基因燒豬 很強 包你吃到發發聲 所以這件事 雖然是用來笑的 但我也有點擔心 還有為什麼一開始 是說非常非常 serious 喂 你想想這件事 他們不會拿來吃 我覺得真的會 牛歡喜都可以吃 大佬 不是 我真的說吃燒豬 吃魚豬 我覺得完全沒問題 花一筆東西 我假設 而且我深信是會人這樣做 用來講真 用來做廣告的底 整件事是廣告 如果我是開酒樓 什麼酒家什麼酒家 然後我就 拋頭露面 老闆出來 或者找個人出來 去買 現場買給你看 真的去買這些豬仔 然後自己在店舖裡 他不寫明 他只寫說我堅強基因 吃了好狠的堅強 然後那些狠人 撲到他 那些人是傻的 對 然後他覺得 嘩 吃了下去 原來是有賣點 他說小豬堅強的壽命 可以長達二三十年 那我真的不知道 你騙風水路 不是這麼恐怖 風水路騙你十年八年 你買了回去 何時死 怎麼知道 他為什麼 那隻豬可以保持這麼長命 因為他小隻了 就像那些狗 這麼大狗 短命 小狗是長命的 那些豬 他特地就是要 令到他又小隻 又有草物 又可以才賣到這麼貴 還有剛才湯姆那個說法 我覺得 他根本可以 像你這樣做長戲 但是他賣出來的那些豬 他根本都不需要是豬堅強 他告訴你 是豬堅強 其實可能是普通豬 有時候強國的文化 我們這些正常的香港人 是不理解的 喂 我是不是指引不打 我很期待這件事發生 因為他說 華大基因通過破壞 細胞生長激素訊號 即是基因改造 他那種基因改造 就是破壞他的生長激素 即是說那隻豬 不會大 一來不會大 二來他 可能是抑制他的細胞分裂 令到他的體重 不可以再增傷 你想想人吃他之後 其實現在世界上 正常的國家的法例 都是禁止人去吃 基因改造食品 特別是這些 一來是複製的 有兩個cat 一個是基因改造的cat 一個就是複製的cat 如果你複製再加基因改造 基本上現在所有國家都是BANG 是的 因為綿羊而已 多利 譬如多利那些 那時候已經看到 其實你複製出來的 都會有不少的生物學上的缺陷 即是你不要說他長命了 因為長命了多少 其實就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也是剛剛新培養出來 你沒有辦法去驗證到 現在都未出生二十年 未出生三十年 他說可能可以去到這麼大隻 即可以去到這麼長命 但這個是銷售技巧 這個是他推算 這個賣點 他就跟你說 他怎樣破壞細胞生長激素呢 就是他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這個只是單性由紅 即是那隻豬堅強 他的基因抽出來的 所以就只有這個公豬 不是 其實這個說法很奇怪 你不見不老正的人特別唱嗎 嗯 那倒是 不老正的人 我今晚跟你老婆睡 那些不會變成二百歲的 你沒有聽過的 這個gag你不明白 而且如果假設他這些基因 流傳到一些人的身上 或者真正的豬 然後你再雜交繁殖 那豈不是影響了整個豬的生態嗎 其實因為不知道他這樣改造完之後 究竟他會不會遺傳 即是說那個 他現在的說法 就是因為他已經 經過了兩代的繁殖之後才出來 就說理論上 就好像是可以再用正常的交配方法 再生出來 都會是遺傳了這個 抑制生長激素的基因 即是說他現在 在Ecospecious的豬 就以後都是物理豬了 是啊 第一就是如果這些豬 跟正常的豬 再雜交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呢 第二就是人 如果吃了之後 對人的基因會不會有影響 會不會製造大量的不老症 或者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他的賣點就是因為豬堅強不老 或者你令老 他現在的賣點就是那些小豬不老 是的 豬堅強本身那隻 那隻都是正常的 他現在都是200公斤 那就是 由垃圾食品大國 由這個重金屬大國 去到這個基因改造大國 是挺令人期待 究竟會怎樣加速 這個中國人的 即是群磨亂 就是因為為什麼會我們 野獸都市 我看到我們超驚的 因為我看到就是 喂 你想一下 有一個農民社會 突然間變成一個工業大國 世界工廠 然後跟你說 原來你所有的食品 都是有重金屬的 你已經熬底了 他跟你說 不是,我們現在先進科技 是生化科技的世界中心 拿一些的基因改造主 跟他改名 還要有market 可以賣出去 一隻一隻的話 我們加起來 就是真的 你都強角掘起毀滅世界 但是雖然《遺之音》 看到的時候比較著弱 是啊 不要回大陸吃乳豬 沒有吃乳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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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得不要回大陸 吃乳豬都不行 剛剛檢查一下 有人問什麼是多利 多利就是 羊羊 多利是一隻羊 不是漫畫一個 就是叫世界上 人類第一隻複製的動物 叫做多利 但是他那時候也是早腰 即是說 九六年 九幾年 我忘記了 但是他也是說很快就腰節 其實壽命不長 就是那時候的復制人 說掉到五年多 那時候 短於正常 我想說 我一想 譬如把這個技術應用在人上 你覺得中共的元老 就永遠有不死之身 真的很恐怖 他會不大 你又不知道 對他的腦部發展如何 他們開始發展 沒有問題 複製的技術 你覺得 中國人是神經病的 他們一定覺得 如果這隻豬都可以這麼長命 那怎麼會人 這個已經解釋了 為什麼江澤民現在會出現 真的複製人 有機會是 江澤民一號二號三號 你覺得他不是嗎 我可能有人弄了容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可能比較大 是的 今節我們做短一點 因為都超了事 還有剛才第二、三次都長了一點 那麼 有沒有什麼事情我們是要 交代的 你一會去哪裡 我一會去教院 有個不知道 有個不知道 雨傘論壇 但是那裡沒有什麼特別人物 那裡都是一些 除了你 誰都說 沒有的 那裡除了我沒有的 所以大家沒有 沒有什麼人是聆聽的 但是也很感謝教員同學請我 那你教化一下那邊的人 是啊 一會兒 不知道 還有什麼呢 沒有的話就 今晚熱血政治再見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今晚熱血政治再見 拜拜 拜拜